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厄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莱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对我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带铸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一样 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厄和他的众兵都出来 在以德莱 以德莱是在巴山南部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上面 那也是一个居高临下地理位置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所以巴山王厄就带领他所有的部队 来到以德莱要与以色列百姓交战 那由于这个巴山王厄 他也是这个属于身材高大的巨人族 让我们来思想好像是一个对比 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曾经害怕这个亚纳族的巨人 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现在面对的是巴山王厄 一样是一个巨人族 那他们会像第一代的父亲他们害怕 然后就退后吗 这是一个考验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节 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 大家还没有开口 耶和华就先知道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个障碍 一个害怕 所以耶和华立刻就说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斯本的 另外一个已经被以色列人打败的 亚摩利王西红一样 亚摩利王西红之前也是非常骄傲不可一世 因为他镇领了这个摩押平原的北部 然后亚门人摩押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呢遇见了上帝他也只能被这个乖乖被收服 被打败 那但是呢这个从他开始呢 所有这些反抗上帝的势力就一个一个出来 所以西红之后就是这个巴桑王二 以后他们渡河到越旦河以西也是一样 那些抵抗上帝的势力也是会一个一个出来向他们挑战 那因此呢上帝就鼓励摩西说不要害怕 怎么样让你们靠着我可以胜过西红 今天也可以胜过巴桑王二 我们就先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也将巴桑王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 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 共有六十座 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 这位雅尔哥伯的全境 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 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 有门有栓 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 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 像从前带西石本王西红一样 把有人烟的各城 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 唯有一切牲畜 和城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第三节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将巴桑王二和他的众民 都交在我们手中 我们将他们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如同之前胜过西红的军队 跟他的百姓一样 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 共有六十座 树目非常庞大 土地面积也非常的庞大 比之前西红所统治的土地 还要大好几倍 然后呢 没有一座城 不被我们所夺的 这为亚尔伯格的全境 就是巴桑王二 他的国 所以亚尔伯格的意思就是 可耕之地 代表说这边的土地 都是肥沃的 都是很好的土地 第六节 我们将这些城都毁了 就像从前怎么样 对待西石本王西红的领土一样 把这个有人因的各城 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女人孩子 好像很无辜 但是其实当他们 集体起来抵挡神的时候 其实人 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我们是违背神 我们都作恶 我们其实都在等候 上帝的审判而已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审判会临到 那这个时候 他们的审判就临到 如同这个西红 他辖下的百姓跟居民一样 然后这些都尽都毁灭 我有一些牲畜和城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那这些牲畜跟财产 上帝就把它赏赐给以色列人 你说以色列人 他们的行为道德 就比这些八三王二的百姓 好到哪里去吗 从很多地方我们来看 其实未必好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恩典 如果他们不好好的来 敬畏神 倚靠神 如果他们继续作恶 那其实神也是会 厌弃他们的恶 以色列人甚至说 连你跟我 我们的本质都是罪人 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强 我们还是靠着 绝数的恩典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在我们心中 每天光照提醒我们 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来回应 天父上帝的护照 走到祂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 我们看见八三王二 还有这个亚摩利王西红 他们被审判 我们不要沾沾自喜 其实他们在能力上 其实都是比我们强的 所谓的那些厉害的人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八三王二 他睡的那个铁床 就四公尺多 你知道他身材质高大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谦卑 我们也真的是要 在神面前敬畏神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那时 我们从约旦河东 两个亚摩利王的手 将亚嫩古 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 这黑门山 西顿人称为西连 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 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 激烈全地 八山全地 直到撒迦和以德来 都是八山王二 国内的诚意 立法因人所剩下的 只有八山王二 他的床是铁的 长九轴 宽四轴 都是以人轴为度 现今岂不是在 亚门人的拉拔吗 第八节 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 两个亚摩利王的手 代表我们西红跟俄 他们两个在大范围里面 都是属于亚摩利人 只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些 族或是支派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从约旦河东的 两个亚摩利王的手中 将亚嫩谷 也就是摩亚的北边的国界 亚嫩谷 然后最难是亚嫩谷 一直推进到最北 也已经到黑门山的地方 全部躲过来了 这个黑门山 西顿人 推罗西顿 推罗西顿 就是菲尼基人 他们住在靠地中海的地方 所以西顿人称这个黑门山 代表西顿人 他们在接黎巴南的地方 他们从黎巴南的地方 就可以远眺到高耸的黑门山 因为黑门山中年积雪 非常的高 那这个西顿人就称黑门山 叫西连 而亚摩利人本身 则称黑门山为士尼尔 那于是呢 他们就夺取了 整个玉丹河东 平原的各城 还有这个激烈泉地 还有巴山泉地 所谓的激烈地 一般来讲 广义来讲的是 约旦河一东 都叫激烈地 那如果狭义来讲 就是巴山地以南 的这边的约旦河东 就叫做激烈地 那相反 巴山地就是 在激烈地的东边跟北边 一直到黑门山 脚下 这边都算是巴山地 那所以呢 直到这个 撒迦跟以德莱 这边都是重要的城市 都是巴山王俄 国内的诚意 十一节 立法英人 他也是属于 这个亚摩利人 里面的一支 立法英人的意思就是巨人 所以这个立法英人 所剩下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巴山王 所剩下的 只有什么 就是他的床 是铁座的床 长九轴 一轴大概半公尺 九轴就四公尺多 所以他这个铁床 这么的长 代表他的身材 非常的高大 当然也有可能 铁床这个床 是比较委婉的 讲他的棺材 不论重点是什么 他都死了 他都被杀了 他所留下的这个铁床 或者铁棺材 那都是这个以人的轴 就是大概五十公分左右 来测量的 那现今岂不是在 亚门人的拉巴那里吗 拉巴是亚门的首都 就是现在约旦的首都 阿曼 也就是说 后来这个巴山王二 他的铁床 变成一个古籍 古文物 那这个展现给别人看说 你看这个床好大 或是这个铁棺材这么大 这个曾经是谁的 你知道吗 这个曾经是 巴山王二的 他的床 或是棺材 铁床 这边这个铁 指的不一定是 那个铁器 那个铁 很可能指的是 一些比较坚固的岩石 所做的床 或是棺材 今天经文让我们看见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不像他们的父亲那一辈 第一代以色列人 他们并没有面对 这个巨人 他们就害怕 就退后了 上帝也知道 这个他们心中可能会害怕 所以就先跟他们讲说 怎么样带领你们胜过 你们根本靠你们自己打不过的 这个亚摩利王西红 如今要再一次的经历 神的作为 连着更高大的 土地人口军队更多的 巴山王二 在耶和华面前 也不是你们的对手 所以如果能够在 约旦河以东 先把这两个 比较强大的 亚摩利人的王击败 那过河之后 到约旦河以西 那些都是比较小的城邦 比较不是这些王 那么大的土地 那这样百姓就 对上帝会更有信心 因为连约旦河的东 这两个庞大的王国 都不是神的对手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信仰的经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主有时候你把一些难处 摆在我们的面前 并不是要吓退我们 而是要让我们知道 主啊 你是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神 主啊 你可以挪移大山跟小山的 因此有时候 你允许一些难处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是要让我们依靠你 学习怎么样信靠你 来胜过他 以至于可以成为我们重要的 信心的属灵的资产 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 会成为我们很美很美的 一个属灵的经验 使我们知道 你是万王之王 万神之神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